9年再次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 如同泉原甘露般滋润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 指引我们前面的路 今天的灵修进度是诗篇97篇 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超越的君王 我们先来看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三件事情 第一,耶和华神是超乎全地的君王 他是创造者 因此万物都浮浮在神的面前 述说神的荣耀 他是全能者 因此万物都为他所用 受他调度 为要彰显他的能力 第二,耶和华神是超乎万神的君王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偶像或势力 在他面前得以站立得住 也唯有他才是独一真神 第三,这位超越的君王 不是高座天上荣耀的宝座 而对人类目不关切 他顾念他百姓的需要 因此他保护我们 拯救我们 并且为我们预备亮光 照亮一切的黑暗 使我们可以喜乐 也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稳妥的依靠 那么来到这位超乎全地 超乎万神的君王面前 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 圣经教导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地来尊荣他 称谢他 让我们想想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颂赞神的伟大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用行动表达上神致敬的心意呢 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是否以耶和华为乐 为满足呢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都谦卑地来到他的宝座面前 向他献上我们最深的敬拜 述说伟大的创造 纪念他救赎的恩典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刻都活出神百姓的身份 使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让人晓得我们是属乎神的百姓 都让人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秒都以神为至宝 清楚明白 神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依靠 除他以外 我们因别无所求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超乎全地 超乎万神的君王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顾念我们的需要 亲自成为我们的宝藏 求你满足我们 真实成为神国的百姓 拥戴你为我们的王 让你成为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